第二集 出世伸手 安喜县赴任 现在开始 孩子们 超级三国 咱们书接前文 上一集咱们正讲到 刘备官与张飞三个人 桃园三结义 发誓要上报国家下安黎明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而后三个人就开始在这桌县 招募乡勇 乡勇说白了就是乡中的勇士 不多日子就有三百多人 慕名而来 投在三人的麾下 一时间是声威大振 同时更有中山来的客商 献上五十匹毫码 另赠送给三人金银五百两 冰铁一千金 孩子们这些东西可管了大用了 要知道在古代上战场打仗 不光需要士兵啊 最重要的还有马匹 粮草 铠甲 兵器 缺一不可 尤其想到大将上阵 得盔甲先鸣 跨下宝马良居 手中得有宝兵器压身啊 再加上一身的好武艺 和一个好脑子 这才叫文武双拳 方能百战百胜 话说刘关章兄弟 得了这些个资助 哎 再有了这些人马 真是如虎添翼 三个人就着这一千金冰铁 打造了全身的铠甲 还有三件 日后赫赫有名的宝兵器 刘备打造的是一对双骨剑 关羽打造一柄青龙艳月大刀 这把刀重82斤 一般人抬起来都困难 别说武动杀敌了 但是这青龙艳月刀 82斤重 在关羽的手中 可谓是得心应手 再说张飞张义德 他打造了一杆杖八点钢毛 那毛头啊 就像条蛇似的 有点弯弯曲曲的 到了毛尖那个地方 像那蛇突出个舌头一样 锋利无比 这就是杖八点钢毛的枪尖了 现在一切准备就绪 三个人带着赵木来的湘勇 可就投奔了 幽州太守叫刘焉 这位刘太守 感情也是汉室宗亲 皇族后裔 他一听刘备的出声 再一看刘关章三个人 威风凛凛的样子 不觉十分的欢喜 就命他们带领本部人马 会同其他部队去参加剿灭各地的山贼土匪 外带剩余的黄金军势力 带立下战功之后 在禀明朝廷另行风上 所以三个人暂时是没有官职 其实就跟他们招募的相拥一样 只不过有机会为国家效力 话说从此刘关章三人 带领手下士兵 历经大小三十多场战斗 立下了不小的战功 刘烟也多次上奏朝廷 为刘关章请功讨风赏 但是孩子们 咱们前文书中也说到 这朝廷大权尽在十长事手中 凡是人想要当官的 必得走他们的门路 要么花重金贿赂他们 要么就依附于他们 成为他们一党 为他们卖命 刘关章三人哪肯干这样的龌龊事 因此总也得不到应有的风赏和官职 后来还是朝中一位正职的大臣叫做张军 官拜郎中之职 偶然得知刘关章的事情 心中大为不愤 再加上九队十长事等人的恶行心中不满 因此这位张军张郎中是连夜写奏折给皇上 隶属十长事 祸国殃民犯下的无数罪过 要求严惩十长事 同时论功行赏 还百官公道 不过你们想孩子吧 这十长事把持着朝政 汉陵帝又对他们几个人言听计从 所以这奏章还没到皇帝那儿呢 就都被十长事办到了截住了 他们一看这奏章顿时大怒 想了个莫须有的罪名 罢了张郎中的官 把他赶出了朝廷 但同时呢 十长事也怕引起众怒 尤其怕得罪在外带兵打仗的这些人 因此几个人一商量 干脆啊 对那些既不肯出钱 又不肯依附他们 但又立有战功 像刘关章这样的人 全且封个芝麻小官 让他们在偏僻的地方一待 稳住他们也就得了 于是这一天 刘备可就接到朝廷的旨意了 受刘备中山安喜县位之职 县位是什么官啊 其实就是个县令 让刘备马上走马上任 不得耽搁 那么说关羽和张飞 一听说这个消息 都老大的不乐意 替刘备不值啊 张飞就说了 大哥 你我兄弟出生入死 奋勇杀敌 立下这许多功劳 没想到那皇帝老儿 却只封如此芝麻小官给哥哥 依我看 这安喜县令 哥哥不做也罢 依我兄弟另头他处 实在不行 便暂时归隐田园 在我那庄园里一待 等待时机再做打算 也比做他这小小县令强得多 刘备听了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说道 哎 三弟 此言诧异 想我刘备 乃汉氏宗亲 一心要心腹大汉 就黎明百姓于水火 怎可因个人这点委屈 就退去了呢 现如今 既然有朝廷委派 我们自当前去 安喜县夫人才是 能造福那一县百姓 也是好的 张飞还要再说 关羽拦住他说道 三弟 大哥说得对 不管怎么说 安喜县令也是个官职 你我二人 可先保着大哥前去夫人 看时机在动 再说 你我兄弟三人 一个头磕在地上 誓死共进退 哥哥的话 我们当兄弟的 自当听从 张飞一听 也觉得有理 就不再说什么 于是就这样 孩子们 刘关章三人 辞别了幽州太守刘烟 可就赶赴中山府 安喜县上任去了 咱们呢 长话短说 自从刘备 当上这安喜县的县令 整个县里的老百姓 可是有福了 因为刘备啊 清正联名 爱惜百姓 一心为民 又有官与张飞在旁辅佐 一时间把个安喜县 治理的事有模有样 百姓们安居乐业 但是 孩子们 还是那句话 好景不长 您不像刘备在这 历经图治不说 朝廷里还有十常事 在作乱呢 你想好好干 他们偏不让你好好干 这十常事啊 想出一生才知道 从朝廷里选拔他们的心腹之人 称为都游 派他们干嘛呢 四处去巡视 美其名曰是督察地方工作 其实就是到各地方去捞钱的 这些都游啊 一个个飞扬跋扈 到了地方更是一只气势 要什么你就得给什么 否则他们就向十常事告状 说你这官当的不称职 让朝廷罢了你的官 你想 那各地的小官能不怕吗 没办法 只得想着法的满足他们 话说这一日 安喜县县令刘备刘玄德 正在县衙门书房处理公事 关于张飞势力左右 忽然就听外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随后门支压压轻轻被推开了 刘备抬头一看来的不是旁人 正是献力 这献力呢 其实就是刘备的师爷 帮助他处理日常事务的 这位师爷姓王 刘备一看他面带慌张 便问道 怎么了 王先生 有什么事吗 王师爷上前两步 大人是这样 都游到了 口口声声让大人立刻出去迎 迎接不得怠慢 刘备还没说话 张飞开口了 大哥 这些构章人士的东西 到处横行霸道 且不必理他 刘备冲张飞摆了摆手 三弟 不可造词 就是你不要胡闹 想那独有 毕竟是朝廷委派 来巡查我这安喜县 本也没什么 来来 王先生投钱带路 你我兄弟一起出去迎接他便是 于是几个人一起来到了县衙门外 见外面十几个人都越武扬威 围手一匹马 马上端坐一个人 撇着嘴 手里拿着马鞭子 眼睛朝着天 根本都不带看刘备他们的 刘备一瞧急忙上前是攻身失礼 安喜县令刘备应接都游大人来迟 还望大人恕罪 再看那都游 斜着眼睛看看刘备 话都没说 只是用马鞭子轻轻一指 鼻子孔出气哼了一声 嗯 那意思 让刘备带路 进县衙门 张飞一看都游这个样子 又忍不住要发作 关羽在旁边一拽他 冲他使眼色 那意思你别添乱 大哥自有道理 张飞这才把火给压了下去 此时刘备已经带着都游一行人 进了县衙 等到了后堂 几个人落座 都游也不客气 直接往刘备那个位子上一坐 翘着二郎腿 手里仍拿着那根马鞭 指了指刘备 这才开口 阴阳怪气的说道 刘县卫 我听闻人言 你还沾点黄青 说说吧 是哪门子 黄青啊 不敢 被乃中山晋王之后 汉井帝阁下玄孙 那你又是怎么做的 这安喜县位的呀 刘备答道 啊 被兄弟三人招募相拥 投身前线 因剿匪有功 都已在此为县令之职 刘备这话刚说完 没想到都游一拍桌子 啪 嘟 大胆 刘备 我来之前早调查过你了 你冒充黄青 虚报战功 骗得这一县令之职 赴任之后 又贪赃忘法 鱼肉百姓 说 你贪了多少钱财 刘备赶紧站起来拱手势力 大人 冤枉 下官刚刚所说 未曾有一字作假 再说 自我到这安喜县之后 与百姓秋毫无犯 并未曾有贪赃忘法的所为 还请大人明察呀 刘备坦坦荡荡 心说我一个字都没瞎说 你可以调查呀 这独有本来就想吓唬吓唬刘备 让刘备主动拿出金银来 往自己跟前这么一送 目的就算达到了 没想到刘备他不吃这一套 独有大怒之下 又没有别的证据 只得愤愤地站起来说道 哼 得本官查实清楚 再治你的罪 走 说着气呼呼带着手下人 回了馆意了 旁边王师爷一看他走了 关起门来可就跟刘备说了 我说大人 那独有无非是想索要金银 依我之见 不如大人且给他 好吃好喝款待 打发他们早走也就是了 刘备叹了口气 哎 先生 我你是知道的 我自到这里 一心一意为百姓谋福利 不曾拿那没良心的钱财 哪里有多余的金银送给那都游 我想安息献权献百姓 可以为被作证 想那都游拿不出真凭实据 也不能驱忘了我刘备 哎呀大人 我看那都游狡猾得很 再说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呀 大人还是不得不防啊 师爷这意思就是提醒刘备呀 那都游想治你的罪 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 这个道理刘备不是不知道 但是他就是不想跟都游这样的人同流合污 因此也没再多说什么 师爷一看劝说没用 便也告退了 那么当夜晚间无话 第二天一早刘备刚起床 不久就见外面慌慌张张跑来一个衙役 就是县衙门办事的人 一见刘备扑通就跪下了 当然 不好了 今日一早 都游派手下把王先生生捆锁绑 抓到管义去了 说是要拷问先生 交代大人您的罪过 刘备一听就急了 急忙穿好官服是直奔管义而去 咱们书中代言 这都游啊果然狡猾 他跟手下人一商量 心说找个人证 让他诬告刘备贪污受贿不就得了吗 找谁呢 得找刘备身边的人 有人就说了 抓刘备那俩兄弟 关羽张飞 有人说了不行不行 看他俩那样子浑身的武艺估计不好对付 有人又说了 那有河南 咱们就抓刘备身边那个师也不就得了 诶 师也早猜到独游抓他来的目的 无非就是想让他诬告刘备贝贝 他心说我们刘大人可是个清官呀 是个好人哪 我可不能干那昧着良心的事啊 想到这儿这个王师爷也是把牙关一咬铁了心了 然后装作一脸惊恐的问独游 不知大人一早抓小人来所为何事啊 独游看着他冷笑了两声 王先生 本官已然调查清楚 那刘备贪赃妄法鱼肉百姓 今日本官且要你详细把他的罪状交代清楚 本官可让你免受皮肉之苦 怎么样啊 师爷一听大声说道 冤枉 冤枉那大人 我们家县令大人 平日里两袖清风与百姓为善 并不曾拿过百姓一文钱呢 是个大大的清官 我家大人无罪 什么 独游腾一下站起来了 宁眉怒目 你敢包庇那刘备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说着挥起手中的鞭子 啪的一声抽在王先生的身上 啊 孩子们 这位王师爷真是好样的 任凭独游如何打骂 就是不肯误告刘备 再说刘备 不是说他接到信赶来了吗 啊 来了是来了 可他进不去 在管义的门口 被独游几个手下挡在门外 任凭刘备好话说尽 就是不让尽 说我们独游大人在审犯人呢 无关人等不得入内 急得刘备在外面毫无办法呀 他也不能冲进去呀 只得先回县衙想办法去了 话说刘备走了之后啊 这管义外面的老百姓可就越聚越多 为什么 一来这安喜县的百姓可听说了 这独游来了 都替刘备捏把汗 早上又听说什么 独游把王师爷给抓了 正在管义院子里讨打呢 大家伙都担心死了 这才去到管义的门口探听消息 也希望为刘备说几句好话 但是他们可也都进不去 就只听到院子里的鞭子 琵琶之声和失业的惨叫之声 大家正发愁之间 忽然就听身后一声大喊 哎呦这声喊跟平地里打了个炸雷 差不多少都给我闪开了 按张飞倒了 孩子们 这才是猛张飞要怒闯管义 最大都由 咱们下集 接着讲 The End 感谢观看